在运动赛场上 每一刻都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足球场上的黄牌和红牌都使用于警告球员 并维持场上秩序的工具 但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 一名球员却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来回应裁判的黄牌警告 那就是使用了Ano游戏中的回转卡 足球是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 每当球门被攻破 现场的气氛都会达到高潮 而Ano则是一款受到大众喜爱的指牌游戏 游戏中各种策略和技巧都能够让玩家感到快乐 虽然两者看似毫不相关 但在最近的一场慈善足球赛中 他们却因为一名球员的机制反应而有了交集 这场比赛是由Simon SC对决YouTube全明星队伍的 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时 裁判Mark Krattenberg向YouTuberMax Farsh出示了一张黄牌 以警告其不正当的行为 但没有人料到 Mark会有如此惊人的回应 他迅速地从口袋中掏出了Ano游戏中的一张绿色回转卡 并自信满满地向裁判展示 这一幕让整个球场的气氛都瞬间转为欢乐 现场的球员 观众甚至是裁判Mark 都被Mark的这一处戏码兜乐了 整场球赛的氛围瞬间从紧张转为轻松 人们的笑声和掌声混为一体 成为了这场比赛最独特的回忆 事后 当被问及这一处奇招的灵感来源时 Mark透露 这其实是他早就想到的一个玩笑 他希望透过这种方式 能够为这场慈善比赛增添一些欢乐的元素 同时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记住这一刻 这名拥有231万粉丝的YouTuber在赛后 马上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这一刻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这真的是他们看过最有趣的足球比赛之一 但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扬言 如果是他们会选择使用黄色的回转卡 这样才能更完美地反驳裁判的决定 不论如何 这场比赛无疑成为了话题之一 人们对于Mark的这一出表演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场慈善足球赛 这件小事 不仅证明了运动和娱乐之间 可以完美结合 还再次证明 只要有创意 每一场运动赛事 都可以成为一场难忘的秀